大家來完之後 再一次講解到港系的基本規則 遊戲中 基本的牌組 基本牌組 最少為50枚 最少為50枚 記住 最少為50枚 在每一個牌組內 不可放置 超過4枚的同名卡片 就是同名卡片 不可以超過4枚 包含激烈卡 五將卡 冰雷卡 不可超過4枚 最多只有4 不可以有5 最多4 不可有5 大家要問一下 迷無將 不可為4 不可以有超過4枚的情況 出現在卡裡面 包含激烈卡 冰雷卡 也4 大家記住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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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廠上 自證廠上 大家去看自證 雙方都有沒有自證 自證廠上 自己的 自己的靈異內 自己的靈異內 不可以出現同名無將 不可以出現同名無將 有時候自證有一張漁記 你的自證內就不可以有漁記 然後你的自證內有漁記 自證廠上也不可以有漁記的存在 當然 這是有迴避的辦法 等一下再講解 就是 在自己的領域內 不可以出現同名無將 無將卡 不可以 冰雷卡 其餘卡 無限 之後同名無將 不可以出現在場上 就是 兩張卡 不可以同時出現在 自己的站場上 包含自證內 自證 你不可能有 你不可能一個武將會有五分身 我出兩隻在場上 不可能有 你這樣是一個人 不可能會有兩張 出現在場上 這邊還有問題嗎 這邊還有問題嗎 好 再來 才知道是遊戲的流程 請各位 有 猜拳決定先要高打 這邊 因為體驗台中 所以 左邊 先後攻 由我決定先攻 放在一起 我會打下去 之後 我的左手邊 會先攻 真的 我的右手邊 會後攻 站場都在 A 好 決定先攻之後 請各位 好想太挑了 先抽 這台沒那麼好 做氣 先抽到我們 先起一講 可以大破 下去就死了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北洋戲 北洋戲 所謂的掉路功能 這位掉路功能 看自己的手牌 當我今天 我不滿意自己的手牌的時候 假設我對我自己的手牌 我不滿意 我可以把手牌 從 所以 選擇 0到5 選擇0到5 放置到排庫最下面 0到5 是自己選擇的 放置到排庫最下面 再從 再由最上面 抽去 你放置在排庫最下面的卡 你這樣還不行嗎 這就是調路 可是本遊戲 因為是體驗會 現在是體驗會 所以沒有調路 這邊還有問題嗎 好 沒有調路這個問題之後 當手牌都決定了之後 請各位擺設五枚神牆 這邊再跟各位說明一下 遊戲 正式的遊戲 神牆是為七枚 體驗會的關係 音樂粉是體驗會的關係 只有五枚 所以還問題嗎 保存 好 如果沒問題之後 遊戲就開始了 先攻方 這個時候 因為先攻方是無法抽卡的 先攻方是不能抽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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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能抽卡的時候 就會直接侵入到 配置國力的階段 也就是擺設一張卡片到這層內 隨機一張卡片 不可以配置 請先攻方配置一張 火力卡片 好 配置完之後 再看自己手上 試著的可以召喚你武將卡 需要一點紅色珠珠的卡片 是否有嗎 有的話請配置到場上 對 你有一張車肘 如果有的話請將國力疲憊 國力轉盒 是不能進行攻擊的 這遊戲 在剛配置的時候 有這樣的攻擊線是存在 所以行攻方是可以攻擊的 除了不可能攻擊之外 其他 例如發動紀念卡 例如發動判紀念 這都是可以 不錯 攻擊是不允許的 配置是不允許的 配置是不允許的 配置 配置也有 好 再看後攻方 攻方方請先抽一張卡片 好 再來 進入的是 在抽完卡片之後 進入的階段是國力階段 請後攻方配置一張國力卡片 三張 那沒辦法 配置一張國力卡片 不管有受影射都可以 你知道為什麼我敢這樣打嗎 因為我 變完後打下去那一瞬間 我已經確認掉我排庫裡面出了東西 對我已經看過 真的很管理 其實我應該真的覺得真的很管理 錯了 你先配置一張國力卡片 整天假設 我手上 所以我手上裡面有幾隻大隻 有什麼肌肉 配置一張 就像這個肌肉 對啊 這個時候你要配置一張卡片到 製程內 對 對 所以這時候你會選擇 這六張卡片 你還要配置一張卡 可以知道這個製程內 再來 再來 如果 搶上自己的手牌中 有一顆紅色 點數的 請麻煩把它召喚出來 那請記得將國力有使用召喚的時候 請的 記得請把國力橫置 都OK嗎 好 再來 沒有召喚出來的 不用擔心 自己的手牌上 如果 有足夠的消耗點數的時候 也是可以把它召喚出來的 所以就不需要灰心 一開始 你的抽卡 代表 之後 你會一直被阿拉打 這是不一定的 抽卡也是一種運氣 也是一種實力 請各位記得 好 如果 後攻方 沒有召喚 如果沒有人 召喚五項的時候 就請 解釋這個 換先攻方 先攻方再抽一張卡 抽卡 抽卡 抽卡之後 進入的到是 配置國力的階段 請配置一張國力卡片 不管有色無色都可以 如果配置無色卡片的時候 配置無色國力的時候 請記得抽一張卡片 再一次 進入到主要階段 主要階段 國力完 國力完 國力配置完之後 進入的階段 主要階段 在這階段 你可以 召喚出武將 或是使用主要階月卡 這邊要記得 這個階段 是讓你使用 主要階月卡 或是 配置武將的階段 記得 再來 請場上 如果 場上有武將的人 可以 請自己決定 要不要 對對方的城牆 發動攻擊 好 他們 自鎮場上有武將的 可以自由決定 要不要對對方的城牆 發動攻擊 或是配置 都可以 這一回合 給你們自己使用 有攻擊城牆了 記得 記得 武將進入攻擊時候 將卡片橫置 記得將卡片橫置 卡片橫置這個動作 代表這武將 因為做過事情 例如 攻城 防衛 進行的體力 也是輕力用進了 他沒辦法再進行 下一個防護 或是 攻擊的工作 這我們稱作 疲憊狀態 武將的疲憊狀態 這邊要記得 武將橫置了 這個狀態稱之為 武將的疲憊狀態 國力 也是有疲憊狀態的 國力只橫置之後 等一下消耗 也就是 國力疲憊 這是國力疲憊 這還有問題嗎 好 這邊 再稍微講解一下 之後的戰鬥 就會交給你們 這邊 最後的戰鬥講解 最後的戰鬥講解 就是 當今天我場上的武將 因為進度疲憊的時候 我進度疲憊了 代表我無法 再 保護神槍 你們要保護武將 這個時候 對方的武將 就會有機可乘的 攻擊你的武將 或是直接攻擊你的城壁 這邊還有問題嗎 比如說 我的武將是疲憊了 我就沒辦法再防禦 對方的攻勢 對方可以選擇 攻擊我的武將卡 或是攻擊我的城壁 像這樣問題嗎 當然 反之 你也是一樣的 當然 對手武將疲憊了 或是 對手 對手 使用激烈的時候 因為使用激烈的進度疲憊狀態 這時候 你可以攻擊這方武將卡 也可以攻擊城壁 這邊還有問題嗎 所以 所以 待機狀態 武將 直立的狀態 表示的時候 這個時候 雙方的武將 是 只把攻擊到你 所以只能攻擊城壁 只有城壁可以互相攻擊 城壁互相攻擊的時候 這時候 手方可以決定 要不要使用武將卡 來做防衛動作 有問題嗎 這邊 到這邊 講到這邊還有問題嗎 所以 我可以 如果 如果沒有一倍的武將 先使用武將卡 做防衛動作 如果沒有 那就是 快快來打 像是城的 被滅掉 這邊 應該沒有什麼大陸結吧 好 這邊 戰鬥 就 教給你們 教給你們自己去 實際的 演練 再來 有問題 可以馬上 可以 我再打 我再看 這個有幾倍 中 搖腳 我沒有攻擊他 他會不會再受一千 他 他會不會再受一千 你看 記上 他是五雙的 沒有被這個救到 你先打一千 就是 因為剛剛 他兩隻大隻擋 是一隻地獄 對 五一隻一樣 有些人就是五一隻 五一隻 也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會 要打 對 我打他的戰鬥 打 你城牆 那你要讓我們打 攻擊你城牆 你要移植 你要防衛 你要防衛 如果你防圈的防衛 就是他的兩個戰鬥 就是他的戰鬥 可以打九點 因為你只能打一隻 他就是兩隻戰鬥 你城牆沒有事情 對 他都沒有 好舒服 可以打你 可以打你 可以照